你们看我的战绩 看完你还拿扁鹊当辅助吗 大家好我是豆豆 这局的出招和名文都会留在视频最后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拿扁鹊当辅助管 而在我眼里扁鹊更像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把师 爆发伤害甚至比诸葛亮还要高 那我开头那么多人头是怎么拿的呢 你们往下看 把周瑜打跑之后 鬼谷子突然从草丛里跑了出来 圈了我一下 我那赶紧普通攻击接着扔毒瓶 辅助小回塔必须路过我的毒瓶 所以说横竖我都拿到了他的人头 之后周瑜还不回家 那么我就二技能给他上毒 要把他击飞 我再来两个普通攻击二连击破 正当我想回去的时候 走地鸡来了 我闪现逃跑 回头扔毒瓶 给他两个普通攻击三连决射 这伤害还是不够高啊 马上要四级来拿下对面的蓝 看见走地鸡正在打 撂个毒瓶两下普通攻击一个大招 直接把他秒了 回头中单赶来 给他撂毒绳 发毒镖 现在的我对付他 大招都不用用 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又二连击破了 后面辅助赶来 先给他点个层次 我的大招马上就好 我要打他一个猝不及防 把他的护盾打掉 现在想跑了 我举手 他没了 横扫千军 摇走河道 我走草丛 围堵周瑜 毒镖发送 他不火 我发毒镖 周瑜一个风 把我吹进了塔里 那我就一个大招 无尽不存 后面鬼骨子又陷了个身 我瞬间给他点满五层 此时周弟弟突然冲锋 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赶紧读平毒镖读波 他想溜了 我举手 又是一个三连决胜 中路的一塔 我们已经推了 对面的人员开始集结于中路 我看到了射手 先给他一个毒声毒波 大大招呼 对面的人员开始攻击我了 我一个大招先秒掉周瑜 黄周也回家了 现在只剩鬼骨子一人 天满五层 被动 走地鸡突然来了 我的血量不见 看我大招来了 踩丢丢cd 我这波就没了 一个二技能拿下走地鸡 这波四连超凡 对面的二塔 我们也推了 此时我再打起对面的人员来 那是分外的简单 看见云中军 直接二技能他 一技能跟上在下的毒标 被动瞬间叠满五层 他想溜我直接举手 瞬间双伤 后来对面生鱼的灾人 也赶了过来 辅助在前面扛 射手在后面攻击 云中军突然赶到 我赶紧一个大招 解决他们 之后专心对付云中军 几个破头攻击 三连决胜 我们的兵线也在此时赶到 杨检也跑了出来 他在塔里 我们的毒瓶和毒标 照样能攻击到他 一个大招 照样收他的人头 四连超凡 后来对面的人员 就不找我硬钢了 开始用套路了 比如这一波杨检在前 利用他们的肉盾 来到我的身边先扛 但是他扛不住啊 辅助隐身过来 射手则是躲在墙的那边 辅助圈了我一下 黄中还在攻击我 我先拿下辅助 再拿下射手 云中俊看这情况 直接掉头逃跑 很显然他们的计谋 没有得逞 而我的杀戮 才刚刚开始 终于的胆子长肥了 开始出塔攻击我了 这下我就在让他知道 什么叫秒 一技能二技能毒标 想跑大招 回头云中俊的血量 也没了 直接送他回家 之后我们顺势 又拿下了对面的高地塔 黄中来了 给他一个毒标 对付他 用技能就算给他面子了 之后对面三人开始围攻我 先是鬼骨子 我先拿下他 之后再来一个大招 云中俊直接回家 终于也颤颤巍巍的倒下 现在对面只剩下杨简一个人 他和我硬钢 那就相当于送五杀来了 这局的比赛不就大局一定了吗 好了 接下来我就公布一下 这局比赛的出装和名文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请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